陳委員好 部長好 我想今天是大家關心的財政收集報分法的一個修正 那我們最關心的也是這個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問題 那我想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它的一個核心價值你應該知道吧 你是不是能夠講一下 是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我們這個財法修正就是讓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規模擴大 擴大那中央能夠釋放多一點財源給地方 然後呢分配的公司能夠劃一 不要要直轄市縣市鄉鎮不同的分配公司 也就是說希望就是能夠公平公正透明 也就是說希望這個能夠收集財政收集報分法以後 那麼能夠在一個公平正義 那麼激州胡平的這種精神之下來分配統籌分配款 是不是這樣子 是是是是 好那我要請問你那財政收集報分法 哪一條符合這個精神 哪一條啊 第一個劃一 劃一分配的公式 這個就是了 就是第八條 第八條 劃一稅收分成的 然後第八條的第一項第二項 這些都是就整個公式第八條還有十一條 部長 是 部長 不管是第八條第十條十一條 事實上在這一次的一個 草案的一個 數算過程中現在 加一線變成是怎樣 沒有增加喔 緩喔減少喔 啊 包委員 我們投資物備款現在 試算出來的結果 啊 加一線 是零喔 零增加喔 加一線變成零增加 那你們這個試算的基礎是從喔 是從人口面積 啊 還有工商發達 啊這個方式來試算的話 那完全在這種數算過程中 就是從 竹俠市指定 灰竹俠市啊 從工商線指定農業線啊 這種數算方法 是公平正義嗎 我報告委員啊 報告委員 輪我一句一分鐘 啊 因為委員剛剛才進來 事實上前面我一直不斷的講 四三表啊 不是真實的數字 因為他是假設 那後面一夜半的假設 如果委員有看就知道了 他是 就是在基本的建設需求 基本的財政收支需求 然後呢財政努力 這個指標跟全數都是假設的 這個如果 修法通過一變 整個試算就變了 所以我想說這個試算表只是僅供參考啦 因為大家拿試算表來看喔 就沒有辦法再討論下去 但是在現在你的財政收支方法裡面 你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以基本建設 那麼 以這個 財政的努力 那事實上就是這麼簡單的這幾個字 但是你怎麼去做試算啊 裡面有指標有權重啊 那那個 那你講一下嘛 像 像裡面的指標 這個權重 是怎麼算嘛 你告訴我一下嘛 如果你現在 算出來的話 嘉義是這樣子的話 那公平嗎 是是 委員 你有錯 第一個 我今天 我今天也要在這裡 你等一下跟我說明 但我今天也要在這裡告訴你啦 你財政的財政 你怎麼知道多困難 啊 現在一年一年嘉義縣的一個 稅收才不夠二十幾億喔 台北市現在多少錢不知道 請多少錢呢 跟他稅收呢 差三十幾倍呢 我是覺得這個 我們嘉義縣的這個 我們家庭所得 跟這個 這個 台北市 落差要那麼大 我是覺得 我們現在的城鄉差距是越來越大了 那你如果說現在是這一種 數算的方式的話 那 等於是 竹俠市 這個 得利呢 其他沒有竹俠市的都什麼都不是了 這樣對非竹俠市 的限分公平嗎 你這種算法 這樣子能夠 真正的做到 所謂的 肌肉扶貧的這一種 這個這個 目的嗎 能不能 值班委員 那這些這個假設 因為是基於100年度的結算 還有很多的 那個指標跟權重的假設之下的 剛剛 那個李通好委員說建議我們在用各縣市主張的有力指標 那個情境分析重新算了 我們來看看 在 各縣市主張的 我們現在是用目前的 分配的指標來來算的 對啊 那現在 這個分配的指標算起來 我們嘉義縣就是這樣子啊 那如果我們今天我們沒有再出生的話 你如果是以這種計算方式的話 那事實上對我們來講不公平的啊 這個只是 這個算下來 如果真的是不足 剛剛主機長也有講了 還可以有補助款的機制啦 我們還要再依賴補助款那就對我們就更不公平了喔 事實上 如果說我們財政收支化分法重新設算的話 如果嘉義縣 像 我們已經是一個 夠窮的一個縣份 原來就是希望 你能夠秉座大 原來就希望 你們的這個 這個整個這個數算 過程能夠對於 我們這弱勢的 農業縣 那麼能夠來這個照顧 你們今天 你們今天 這個以人口面積 來做計算標準 那對 這個我們 這個 農業縣的這種 啊這個 民眾的這個 個人所得 也不計算進去 對於整個這個 面積 城鄉差距 的問題 你們也不是 計算下去 你們現在以 工業工商發達 那麼來做計算 我們嘉義縣像 發展農業 難道錯了嗎 那長期以來嘉義縣的農業問題 長期以來嘉義 發展農業 事實上是 保護這一塊 農業的一個 淨土 那我們看到 這個北部工商在發展 難道我們內心不會難過嗎 啊 同樣一百多 這樣以前台北市一百 幾千萬的 自己現在一家東 不會六百萬 啊我們為什麼 一樣是嘉義的 台灣的一個國民 我們的 這個 城鄉 肉差會那麼大 勝義教育 去什麼地 也是農地 是農地 浪壇 沒人要承擲 沒人要做的 現在一百 幾千 我們好慘 我們為什麼一家東 換不然你們一百多 我們為什麼 啊 然後你們現在 整個台灣的這個 租源都集中在北部 所有這一次的同酬分配 這個稅款 受賺 也是重視在北部 那我們 像 農業發展的這種 興奮 我們不是更出歸嗎 雖然對我們有理 有得利喔 啊我們現在的老人人口的比例 是全國 之冠 啊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賺錢的 年輕人就要變來台北 來吃頭了啊 來就業啊 這這難道是我們的錯嗎 你們長期以來就是城鄉差距就是這樣 每天就是這樣子在 在在垃圾啊 讓窮的更窮啊 啊 我們原來是希望嘉義 這個跟雲林能夠來爭取 竹俠市啊 那我們是希望是以農業的一個 竹俠概念來爭取啊 是 那最後我們 被否決了 沒有八個委員不是否決了 那個是假的 我們被否決了 那我們說好 如果說你們這種的射算方式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提出 農業特區的一個概念 你們如果 來照顧農業縣 讓這個整個地區有一個 發展的一個特殊性 你們也不同意 那如果是以現在這種算法 對我們是 不公平的喔 是是 馬英九不是講說要 要公平爭議嗎 要照顧弱勢的地區嗎 那如果是這種 受患 這個方式的話 難道符合他的精神嗎 部長 你認為啦 沒有錯 委員講的就是說 農業縣農業的指標是什麼啦 就是要把指標跟權重放進來 你要把 榮林 遺墓的產族也這樣計算進去啊 對不對 你要把榮業縣 我們欠我們弱勢的這種縣分的 家庭所得 也要把他計算進去啊 你們不能夠只有用土地面積來做計算標準啊 你也應該讓 整個我們 嘉義的這種 這種 城鄉落差的問題 也要把計算進去啊 這樣子在計算上 才公平啊 要不然的話 你今天說得很快的 你台北 你土屋 你新北市 已經發展到這麼 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這種計算方式 對我們 長期落後的地區 我們不是不招商耶 我們不是不財政去努力的耶 一樣我們 也到台積電啊 也長招職有沒有啊 你十八寸的 警員廠沒來我教育嗎 他不要啊 他要離台北近一點的地方啊 我們不是不努力的 我們中科試騎我們認真在 在徵集呢 最後 也不在嘉義啊 我們所有的招商 都是非常的認真耶 我們財政都很努力的 但是最後人家認為 嘉義 這個工商不發達 我們就是要在台北 我們就是要新北處 就是長期的一個 長期的一個 城鄉的一個落差 你想想看一個台北市 一年的稅數是多 一年的這個 這個預算是多少 稅數是 加義的三十四倍 對不對 你辦了多少一個活動 不要說花博啦 不要說數大運啦 你平常的 議文活動辦多少 你一年不只是 自己的年度預算啦 中央的這個 各部費都在 這個台北地區啦 包括 這個 這個 一些企業 投注在 台北市的一個建設 跟嘉義相比 天壤之北呢 那我們嘉義 這個阿阿代普 依靠的是什麼 期待的是什麼 就是財政售書 化文法這一次的修正以後 我們嘉義先看看中央能不能在這一次的分配上 能夠真正符合所謂公平正義的一個 巨肉扶貧的這種精神 結果你們算出來是 嘉義是零 嘉義是零 如果肩膀會是法庭 這個 租出的話 那 算起來 變成負 變成負的 沒錢到那裡 害死了 還敢借 這對我自己有公平 部長 你也說一下 這個 這個 我一直在強調 這個事算的數字 不是最終的數字啦 啊 那如果委員這樣 那個 我們看嘉義主張的農業 我們是希望啦 我想 這個 這個 數字 不是最終的數字 就是你已經講過好幾次 但是坦白講 我們看到這個報導以後 看到這個數算結果以後 真的嘉義人 恐慌了啦 我知道 我想我們嘉義 不是有嚴罪的啦 本來這個表 不是說別人 跟台北人 跟北部人 會差那麼多啦 對不對 我想在這個公平 爭議的一個社會裡面 真的應該要 要調整一下 好不好 應該要照顧一下 好不好 我想這個 這個我們是 以做事的一個 憲分的一個 代表 來這裡 來 來跟你們 拜託啦 希望 最起碼在這一次的 陳誠說說話 大家有一個共訴 必須要把它 完成的話 我們更希望在數算標準 你們真的應該要考慮 考慮吃 我們 農業縣 尤其是嘉義縣 這一種 我們的負貝 的一個主標以及 我們的前數 好不好 啊 好 啊